国盟主席丹斯里·慕尤丁应在能及礼补选期间 发表涉及三二言论 预计明天将被控赏话望生法庭 吉兰丹土团党主席拿督卡马鲁丁·莫诺 向每日新闻透露此事 慕尤丁将就最近在能及礼补选的政治讲座会上 发表触及三二言论而料 将于明天被控赏话望生法庭 慕尤丁于上周三二十一日完成入口供程序 警方已将调查报告成交总检察署 据自由今日大马报道 总检察署内部消息证实 慕尤丁将根据煽动法令被提控 登加楼州政府禁止穆斯林女性参与马云会跳水项目的决定引发争议 前首相署部长在意伊布拉辛对此提出严厉批评 质问州政府平和权利干涉穆斯林女选手的参赛权利 较早前 体育及非政府组织发展 事务州行政议员阿都卡林布满两名女穆斯林选手参与跳水项目 并要求登州业余游泳协会做出解释 在意在社交媒体上质疑阿都卡林的行为 是否已违反联邦宪法 他认为西山穆丁本因为州内两位在跳水项目中 表现杰出的穆斯林女选手感到自豪 但却意外地表示羞愧 如果父母不反对 州行政议员凭什么进女孩参赛 在意指出 两名女孩的父母才是她们的合法监护人 州政府无权代为决定 在意还批评 负责监督穆斯林的宗教执法单位 过度干预穆斯林的生活 他说 如果穆斯林按照西山穆丁的思维来行事 那么未来将不再出现穆斯林女孩参与体育 音乐和文化活动 大马将走向倒退国家 我希望 能够有明智的宗教领袖站出来 捍卫穆斯林按照自主意愿来生活 同时 穆斯林家长应该挺身而出 保护自己孩子的权利 不要被政治人物给吓倒 因此 在意建议马来统治者理事会 应该在下次会议 将此课题列入讨论一程 前首相敦马哈迪 明确表示自己从出生起就是马来人 而非外界谣传的印度血统 敦马起诉副首相阿莫扎西诽谤案 今日开审 他今早在法庭上发表上述供词 他说 我的名字是Mahazer bin Muhammad 我从出生起就是马来人和穆斯林 根据我的身份证 以及新旧出生证明 这一点很清楚 敦马在书面证人证词中还提到 他的父亲是Mahamad bin Iskander 母亲是Wang Tempong Binti Wang Hanapi 敦马于2022年7月20日入禀高庭 起诉阿莫扎西在6年前指控其名字中 含有音译名字Cutty 以及他并非马来人或穆斯林的说法 已构成诽谤 并将阿莫扎西列为唯一的答辩人 他提到 阿莫扎西的诽谤言论 包括指控他的原名并非马来人或穆斯林 却在任相期间使用马来人身份谋取政治私利 由贬低应议穆斯林之嫌 务卿团长 莫哈默阿克马 昨日在甲州元首敦莫哈默阿里75岁 华诞测封仪式上 获封拿都勋弦 仪式结束后 阿克马立即返回家乡 将这一荣誉献给父母 以感恩他们的养育之恩 展现了感性的一面 阿克马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了一段接近两分钟的视频 视频中 他将自己获得的勋弦给父母带上队 表示这项勋弦是献给父亲的 他还向父亲打去说 现在你可以被称为拿都杀猎了 这让父亲感动落泪 随后 阿克马的母亲见状也不禁落泪 阿克马拥抱母亲 感慨道 以前我们家境不好 哪会想到有一天会拿到这个勋弦 他还表示 没有母亲的养育 就没有今天的她 这段视频发布后 在短短18小时内 获得了6.5万次点赞 印度女游客坠入深坑事故 已进入搜救行动的第四天 今日搜救队将在第五个排污寒景 继续使用冲洗技术 确保没有义务阻碍搜救 根据吉隆坡市政厅的文告 搜救队此前在检查第五和第六寒景时 发现这两处的水流较为缓慢 尽管经过两次冲洗 仍未发现失踪游客的踪迹 英达里水团队昨晚在五号寒景 持续进行冲刷作业 直是今日凌晨二时 搜救队将在今早继续展开搜救工作 根据消息人士透露 搜救队也计划 在龙市甘榜礼茂人民祖屋附近的排污寒景 进行进一步搜救 消息人士说 如果在这两处地点的搜救工作 仍然无果 失踪女游客可能已被冲至巴生河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克敏表示 目前仍在等待 吉隆坡市政厅针对印度清真四路 坍塌事件的调查报告 并已指示消防与拯救局 加快搜救失踪的印度籍女游客 尼克敏是在周日晚 出席霹雳州行动党筹款千人验时 做出上述表示 他指出 救援行动面临巨大挑战 尤其是因为涉及多个排污寒景 和毒气等危险因素 此外 尼克敏透露 已指示医保市长拿毒鲁麦兹 尽快召开会议 重新审查所有排水口的安全性 以防止类似印度清真四路 坍塌事件的再次发生 他强调 测绘工作至关重要 因为地面上的公用设施 清晰可见 但地下区域仍存在许多管道和电缆 这些都是必须的公用设施 因此 他将在本周内召开部门会议 探讨绘制地下公用设施地图的合作 以便各地方政府能够更有效地进行地下测绘工作 首相安华今早抵达问来努洛伊曼王宫 规见问来苏丹博尔基亚 并出席第25届马来西亚问来领导人 年度咨询会议 首相专机于昨晚上9时30分 降落在问来国际机场 受到大马驻问来高级专员署 临时代办努伊兹拉的迎接 两位领导人还将共同见证大马与问来之间的数项双边协议签署 包括一项有关陆地边界的协议 陪同安华出席会议者 包括沙巴首席部长拿督斯里哈兹兹 外交部长拿督斯里莫哈莫哈山 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东姑扎夫鲁 沙拉越副总理拿督阿玛阿旺登亚 安华昨晚在脸书贴文 纸马问年度领导人磋商会议是大马与问来两国之间最高级别的双边机制 此次访问也反映出双方加强双边合作和实现共同目标的承诺